那接下來我們來正式介紹所謂的英次市 那你說老師那英次市就是單位嗎 其實也不是單位 那你先聽我慢慢說來 這個所謂的導出單位是從前面 七個標準單位裡面導出來的單位 都叫做怎麼樣 都叫做所謂的導出單位 比如說像牛頓 這個什麼椒爾 像瓦特 這個點點點 我們以後在電磁學裡面講到的像福特 對不對 庫倫 這個特斯拉 這些都叫做導出單位 都是由前面七個單位去導出來的 可是來力學中常用的三個單位 這是力學嘛 那不是在光學不是在電磁學裡面 在力學常用的三個單位 分別它的概念是長度 Length 那質量 Mass 時間 叫Time 好 所以如果你用怎麼樣 你用這個所謂的M 公斤S的話叫MK十字 用公分公克秒的話叫CGS字 好 可是英字單位呢 則使用像FIT或是BOM這種單位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想要把公字跟英字把它統整一下 所以這個英字是就是把公字跟英字再往上更高一層來看 也就是說我不看單位 我只想要看這個物理量到底跟所謂的時間質量長度 或是剩下其他四個物理量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要把它表示成一個很抽象的概念 就是它到底跟長度的幾次方有關係 到底跟質量的幾次方有關係 跟時間的怎麼樣 時間的幾次方有關係 而不在乎說你長度用這個公字單位 英字單位 質量用公字單位 英字單位 時間用怎麼樣 用公字單位 英字單位 因為你講的這個質量長度時間是一個比較高級的 比較抽象的概念 那基本上它分成不同的單位系統嘛 對不對 像台灣呢 也有台灣這個自己怎麼樣 自己應用的系統 像我們面積都會講平 對不對 也不是講怎麼樣 幾平方公尺 也不是 好那基本上呢 我們想要怎麼樣 想要看抽象的這個長度質量時間之間的關係 好 什麼意思呢 來各位 那我就舉一個怎麼樣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會把一個物理量 用一個中括號表示 那我們改寫成叫做m的a次方 l的b次方 t的c次方 這m叫做mass dance time的第一個英文字 舉個例子 比如說加速度 我們是不是叫每秒每秒幾公尺 叫每秒每秒幾公尺 好 所以加速度的音次是 我們就寫一個中括號 但是注意一件事 英文字母已經嚴重不夠用了 而且越學越多以後 你就發現很麻煩 因為這個m不是mass 這個m是meter 所以它是公尺 各位這不是說看到m 老師質量不對 這m是公尺 所以它是長度的一次方 那這個s平方分之1 它是時間的負荷次方 所以加速度的音次是要寫成L 乘上t的負荷次方 各位它是長度的一次方 時間的負荷次方 比如說力叫做f等ma 好各位這m叫什麼呢 老師叫m公尺 不對這m叫做公斤 這是質量 所以它是質量的一次方 那加速度呢 我們剛剛講每秒每秒幾公尺 好 所以呢把這個乘上去 叫做Lt負荷次方 也就是說力的音次式呢 叫做什麼呢 叫做質量的一次方 長度的一次方 時間的負荷次方 好 你說老師 啊 這個 這樣寫有什麼好處呢 來 各位至少這樣子寫的話 不管是公製單位的音次式 跟音次單位的音次式 甚至呢 我們可以說台製單位的音次式 其實 欸 寫起來 這個方法就怎麼樣 方法就一樣了 因為我現在就是不要想寫單位 我就想要看一個更抽象的概念 叫質量長度時間嘛 對不對 好 你說老師 那這學音次式有什麼用 當然很現實的問題 考試偶爾會考到 請你寫出這個物理量 這個單位的音次式是什麼東西 好 那不過呢 這個官方說法 它可以用來檢驗一下 你的公式 它的音次式單位到底對不對 你方程式的單位 音次式到底對不對 所以某種程度來講 你當然可以說 一個物理量 就是我們前面強調的 單位一定要對 對不對 單位一定要對 好 可是呢 如果你分不出 它到底是屬於公製單位 還是音次單位的話 你可以看音次式 所以我可以更抽象的說 那音次式一定要對 音次式如果不對 那基本上答案就不對 什麼意思呢 人家問你說 欸 身高多少 好 你跟他講說 這個175公斤 身高175公斤 這不對啦 你的單位已經不對啦 你的音次式已經不對啦 你說什麼 你要問你說 你的體重多少 56公分 56公分 體重是56公分 是寬度56嗎 腰圍56嗎 這樣講也不是非常好啊 腰圍56也要看你的密度啊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問你說 欸 你的身高多少 56公分 那這就不對啦 因為他的單位不對嘛 對不對 或抽象的概念來講 他的音次式怎麼樣 音次式就不對 這樣懂了嗎 所以音次式是一個比什麼樣 比單位 還要再更高階 更抽象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只要有個概念 聽聽看就好啦 好 那在講義上呢 我有列出這個所謂公尺的 這個標準 怎麼樣 國際標準單位的這個定義 好那有興趣的話呢 在基礎物理其實有講到他的故事啊 好 那在這個學測其實有考過 一公尺的由來 最早是由法國科學家 怎麼樣 從北極經過巴黎 到怎麼樣 到赤道 這個直五線長度的一千萬分之一 叫一公尺 對不對 可是後來發現 這樣算好像不是很精準 這改用怎麼樣 這個薄一金屬元氣 對不對 那以目前呢 最新的怎麼樣 最新的定義 也就是一公尺 是光 在真空中 走二九九七九二四五八分之一秒的距離呢 叫做一公尺 好這個數字呢 各位其實也不用背 所以這會導致一個很神奇的結果 也就是說光速 其實就是每秒鐘 二九九七九二四五八公尺 沒有小數點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利用光速去定義公尺 所以你不是說 我們將來呢 隨著光速測量的精密 這個公尺呢 這個這個會怎麼樣 這個光速會怎麼樣 後面多小數點 其實不會 因為既然你已經定義說 一公尺叫光 在真空中走二九九七九八 這個四五二分之一秒的距離 叫一公尺的話 好那基本上 光速測量的越精準 改的不是光速的小數點 而改的是什麼公尺 至於其他 像這個秒啊 這個克爾文啊 安培啊 這個燭光啊 墨爾啊 那這個其實只要看一看就好了 講以上看一看 這個有個真網戒文 這樣就可以了